你的先生外遇了 你为了去惩罚他的外遇对象 所以你去跟他的儿子在一起 你的先生的外遇对象 他的儿子谈了姐弟恋 你就变成小三的媳妇了 如果你是一个条件还不错的人的话 我是那个妈妈 我会觉得 哈喽大家好 我们可乐研究社 已经有官方的Line咯 不管是对极致黑G马卡有问题 还是你对可乐商城里面的产品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你不知道你买到的到底是正版还是套版 那麻烦现在你看到影片的同时 这边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可乐研究社的官方Line 里面会我们的专业科幅回答你们的问题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许安芳 欢迎来到可乐研究社你的两性知识专卖店 今天又来到了可乐告解室 让我听听你的故事 我和小三的儿子在一起 我19岁的时候呢就未婚怀孕 但因为双方家长反对的关系就一直没有登记结婚 我当时的想法是 其实结婚就只是多了一张纸 根本都不重要 两个人相爱才是最重要的 我也坚信眼前这个男人会陪我一起到天长地久 但是果然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美好的事情 丈夫在我怀孕期间 因我坚持禁欲而偷吃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跟我一样 无论什么样理由都不能接受对方偷吃 但光只有偷吃还不够侮辱 真正让我感受到侮辱的是 对方是个45岁且已经有一个刚上大学的儿子的单亲妈妈 我当下知道事实的时候因为情绪过于失控跟男友扭打起来 然而孩子没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段感情真的得结束了 但我对他们的怨恨并没有因为孩子的失去就流失 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向那对狗男女报仇 就这样计谋了三年 我跟那个女人的儿子在一起了 我相信接下来只要怀孕就可以完整地报复对方了 真的非常期待未来那女人知道这一切后的表情 我是觉得啦 不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报复别人 最好的报复就是把自己过得更好 你的先生外遇了 你为了去惩罚他的外遇对象 所以你去跟他的儿子在一起 但是我不觉得有惩罚到啊 那因为你生气的是你的先生外遇对象是45岁吧 你应该是比45岁年轻 所以等于是你的先生的外遇对象 他的儿子谈了姐弟恋 所以你要让那个女生感受姐弟恋的感觉还是怎么样 如果你是一个条件还不错的人的话 我是那个妈妈我会觉得还不错啊 也许你认为是报复的行为 说不定对方看起来不是一件坏事啊 如果你还可以照顾他儿子 你还有经济能力可以照顾他儿子 抚养他长更大 我不知道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你要跟他儿子在一起 要让他伤心欲绝的前提 你也必须跟他有一段很深的恋爱才有办法 那你必须保证前面这一段可以让他伤心欲绝的记忆 你不会真的掉进去 或者是你也不会因此就这样爱上了 那如果你也不小心爱上了 你不仅伤不了他 你还帮了他 你就变成小三的媳妇了 如果假设一切都顺利的话 这样好吗 我听起来好像觉得烦大家住在一起啊 如果他爱到的话 我是觉得你应该是没有那么狠心啊 我的建议是不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惩罚别人 除非你真的想要这样做 不管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或浪费金钱身体青春等等都是浪费 我觉得最好的报复就是把自己过得更好 那既然你的先生会偷吃不管他偷吃的是几岁的 也不用因为这样觉得羞辱 因为男人在偷吃的时候不管是几岁的 他们吃的不是那个年龄 他们吃的是他们在你们关系里面缺少的那一块 并不是那个女生的任何条件 大部分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要修复感情的话可以修复 不要修复感情的话就离婚 而不是去用报复的手段 因为我觉得用报复的也许最不好的下场就是 你没有可能受伤 我是希望你不要受伤 好的结果就是你们就分开嘛 你去开启一段你的好的生活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就变成从政公变成老公的媳妇了 假设你们住在一起 这样子媳妇跟公公 如果你们又怎么样那是不是乱伦吗 太复杂了 那又说我就是要报复你 我就觉得这个已经有点 好像不太关外人的事了 我觉得你们开心就好啦 不管怎么样你自己开心就好 我的答案就参考 我只是跟你讲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你会变你老公的媳妇 你老公会变你的公公 那希望可以有解答到你的问题 把自己过好比较重要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人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留言 开启小铃铛拜拜